这名阳性嫌犯啊 其实在之前就曾经发文 表示对警方是有诸多的不满 更怒指啊 过去有多次被吃案恐吓 还在社群放出多把枪支的照片 最近一事是因为这个枪炮弹药问题 遭到查气 才会让他李志县断裂 跑到警局来闹事 经费接力薄火 酿成一名远警受伤 也吓坏附近邻居 枪手遭到围捕以后 公称多年前曾被不明人事围殴昏迷 母亲前往警服派出所报案 却不了了之 突然想起这件事情 她在脸书也被起底办 前五个小时公然贴出丑警文 下着十几岁吃案 我都快过世了 还不让人报案 妈妈跪着球也不给报案 怒指中路派出所 又提到她二十几岁时也吃案 此后指控警服派出所 在她三十几岁时也要吃案 更称称母亲八年前过世时 警方也来恐吓她 方法就不要让她抓到一点犯罪行为 不然一定会把园警关进去 更嚣张地亮出发案的三把将军 没想到五个小时后嫌犯真的冲动警服派出所开枪 还和警方捕获 自己穿着防弹 难以算重弹 但只有背部红肿 年轻援警则是肩膀重弹受伤 送了救治 因为他那部车有没有 车上有很多弹壳 弹壳还是弹壳 现好年轻援警经过救治以后 并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也查获嫌犯贴出的三把租案枪支 进一步调查嫌犯反动机 继续节目的继续报道